在喜马拉雅山南路 坐落着一个神秘的小国家 这里风光秀美 古老静谧 多年以来四世外桃源一般存在着 近些年被大众所熟知 还是因为近两代不丹国王的爱情故事 今天我们要了解的 就是上一任不丹国王 辛格望楚克的故事 少年君主迎娶四姐妹辛格望楚克 继位成为不丹国王时 只有17岁 在他继位的那一年 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最高权力 辛格并没有多少喜悦 因为他的年纪还太小了 他还没有做好继位的准备 12岁时 辛格就被送去英国留学 接受英式现代教育 老国王的计划是 在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之后 再开始培养辛格的从政能力 以及经验 可是随着老国王的意外去世 辛格不得不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离开英国的学校 回到不单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从此他所思考的事情 不再是各科的学业问题 而是国家的治理 而守当其冲的问题 就是要想办法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地位 不单国王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他不仅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还拥有着最高的司法权力 并且兼任陆军总司令 但是年仅17岁的辛格 想让那些年过半百的大臣 完完全全臣服于他并不容易 更别说还有其他的王子 对他的王位虎视眈眈 刚继位的辛格的处境 可以说是十分被动的 在这危难的时刻 辛格的母亲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联姻 这是在短时间内树立微信 拉拢势力的最好办法 思来想去 辛格和他的母亲都选中了 在不单很有影响力的望母家族的女孩 可是望母家族有四个女儿 该选择哪一个呢 辛格再一次犯难了 这个时候辛格的母亲做了很大胆的决定 不要做选择了 四个女孩全都要 其实辛格的母亲这样做 有一个最大的考量 那就是如果儿子只娶一个女孩 那么其他的女孩嫁给别人 还是会影响辛格的权力 既然这桩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固权力 那就全都取了吧 在不单这原本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最早的不单就是实行一夫多妻制 以及一妻多夫制的 这种事情在当地的老人看来 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过当时辛格才颁布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法律 自己就公然带头违反 确实不太好 所以辛格和四个女孩的婚礼 并没有向公众开放 只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 为了避免后宫的争斗 辛格规定这四个女孩在地位待遇上完全平等 全部为王后 她自己对待四个女孩 也是十分公平 再加上这四个女孩 本就是从小一起生活的姐妹 所以辛格的婚姻也算和美 巩固了权力 安顿好后宫 辛格终于能够腾出手来 专心治理她的国家了 让隐秘王国与现代世界接轨 从小的留学经历 让辛格见识到了现代文明世界的样子 所以她也希望自己能将这个隐秘的不丹 与现代世界接连起来 在辛格刚刚继位的时候 不丹还像是生活在上个世纪的国家 人民的生活贫困不说 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也基本没有 全国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也是十分低下 因此辛格就开始想法设法 让本国摆脱贫困 让民众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辛格一方面带领子民 不断地修建学校 医院 公路等现代基础设施 还建立了免费的医疗以及教育体制 经过考察 辛格还发现本国的水资源有着天然的优势 于是 她就利用水资源建立了大型的水电站 不丹水电站的发电量 不仅能满足全部不丹民众的生活需求 还能有多余的电力输送到邻国 辛格还很有环保意识 在发展现代化的同时 辛格也在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她下令 禁止乱砍乱伐 禁止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 辛格还要求不丹民众 每人每年至少需要种植十棵树 以维持不丹清新的空气和优美的环境 如今 不丹的森林覆盖率已经是亚洲第一了 不丹也被联合国授予地球卫视这一称号 其实 辛格之所以这么注重环保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她认为优美的环境能够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结合不丹的国情 在20世纪80年代 辛格创立了国民幸福总值 来代替现代国家的国民经济总值 她认为国家的经济应该平衡 文化繁荣 环境保护和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同样重要 指数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 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感 只有国民幸福了 国家才会真正的强盛 在辛格的不懈努力下 不丹的人均收入达到了200美元 虽然这个数字和别的国家还是没法比 但是已经比20年前的不丹翻了一番 水坝 发电厂 水泥厂 木材厂的建设也给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机场 邮政 银行也渐渐进入了不丹 1986年不丹还创办了第一份官方报纸 不丹政府公报 1989年不丹还建起了第一个卫星地面接收站 如今的不丹 街上到处是日本 德国的汽车 电话通讯也能够到达世界上任何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的电视发展却很缓慢 因为辛格十分憎恶电视 他一直希望能够抵挡住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 能够永远保存这块小国寡眠的净土 辛格还规定 不丹每年只能接待2500名外来游客入境 这是因为他看到了尼泊尔开放旅游后 暴力 毒品 艾滋病和各种文化垃圾 也同时流传开来 让尼泊尔变得乌烟瘴气 所以他宁愿舍弃金钱 来保护本国的安定 在辛格担任国王的数十年里 国家一直在稳步前进着 辛格也是运气好 在任期间 不但没有什么天灾人祸 政变兵乱 他的声望也越来越高 但是没想到 辛格却在51岁那年 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他要退位了 继留永退 活出快翼人生51岁 对于别的国家的领导人来说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有经验有经历 正是管理国家的最佳人选 可是此时的辛格 却萌生了退位之心 他只想过寒衣弄孙的生活 近享天伦之乐 1989年 辛格望楚克在和四位王后 已经结婚多年之后 又重新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 之所以重新补办婚礼 是因为辛格 要让他的继承人合法化 结婚九年 国王已经有了八个孩子 四个儿子四个女儿 此时他的长子也已经八岁了 当时娶四姐妹的时候 为了公平起见 辛格就规定 他们的孩子没有敌数之分 谁是长子 谁就立位王储 大家本以为大姐会最先胜下王子 可是 这种事情从来和长幼无关 最先胜下王子的是三姐 所以他的儿子凯撒尔 就被立位了太子 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辛格 对于孩子们的教育 自然也是十分上心 他们有的也被辛格送到美国读书 在国内的孩子 辛格也十分重视他们的学业 到后来 辛格已经有了十个子女了 再加上四个王后 这一家人可以说十分热闹 在辛格的管理下 一家人也能和睦相处 辛格的王后和孩子们 也会为了国家的发展 付出自己努力 大王后作为农业部的监督人 不仅经常走访村民 关注民生 还为了国家农业的发展 特意出国去寻找优质种子 长女索男公主 虽然是女孩子 但是也会利用自己的身份 传递一些正面影响 她还曾经参加过 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 为妇女事业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和谐的家庭环境 让辛格也能够在忙碌一天之后 感到放松和温暖 随着自己的长子渐渐长大 辛格也意识到 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 她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 可是多年来为了国家的发展 她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她不想就这样抱着遗憾离开人世 所以就决定将自己的担子交出去 这样一方面 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享受剩下的人生 另一方面 儿子早些主政 就能早一日巩固权力 即使遇到问题 还有她可以指导 将来儿子也能更好地应对政务 2006年 辛格将王卫禅 让给自己的长子 也就是现在的不丹国王 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退位后的辛格 每天都和自己的亲人们在一起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她也经常去到民间 和普通民众一起交谈 遇到有困难的民众 辛格也会尽量给他们帮助 如今的辛格已经年近70 可以依然精神抖擞 身体健康 不得不说 辛格的一生确实是十分幸福的